也許你可以從雲端上面去做練習 我剛剛是有傳的Eclipse的繪錄練習 繪錄方法的話,這邊有好幾個Arredial Button 你可以把它下載,或者是Spinner等等的這幾個 你要怎麼繪錄呢? 第一個把它下載,做解壓縮 解壓縮之後的話,這邊就有個專案了 我剛剛是直接把繪錄找到這個 這個的SDK是4.03的,沒有問題 如果說你要用舊的2.33 其實我前面所有上課 有的我通通放在完整專案裡面 當然你也可以下載去做那個匯入 裡面放蠻多的,甚至還有進階的 Android Advance 裡面的話還有包含什麼?這麼多 像同學有問到就是說 如何從網路抓資料的,抓SS資料庫的 抓文字檔,抓那個Pi,就是Picture的 抓那個Post 這邊都有啦 然後那個PhoneGap這邊其實都有進階的 還有Google Map這邊都有提到 是比較進階的 如果說你想要知道的話 一樣嘛,你就把它先下載 比如說其中一個 像 Radio Button,我發現在 跟這個吧 這個有個Radio Button 它是去存取外部資料,你也可以把它下載 那下載的時候的話 這邊就可以 有我們的專案了 這個專案是我在Eclipse 這個專案是Eclipse的專案 那你可以把它按右鍵 解壓縮 自此就可以了 解出來 那這個專案的話 就出現了 但是你現在是Eclipse的專案 那你要怎麼樣把它放到那個Android Studio 第一個特別注意 因為我講過那個版本是2.33的 所以剛剛同學提供一個還蠻好的 一個方案 就是你可以用什麼 用這個 Android的 SDK的Manager 怎麼樣呢 記得 因為我的版本是 那個2.33 2 2.33的 所以請你去把那個2.33的部分 把它做update 寫 它的那個版本 不過從這邊點好像他沒有辦法去 這個這個 這個 OKOK 所以 同學可能 用的比我還熟了 那裡面的話就有那個2.33的 這邊有個2.33的 這個 記得不要點錯 不要點到2.33這一個 然後它還有 它還有模擬器的 API的版本 OK 那就是把這兩個把它怎麼樣 下載 這個是 應該是這個吧 沒錯 OK 那同學是說好像沒有很大 把它按確定 然後按OK 那因為之前 之所以不建議各位 這樣做 因為之前Eclipse 常常會有同學 就是自己去升級update之後 那Eclipse的環境就掛掉 那掛掉怎麼辦 就很麻煩 要修復 反而比什麼 砍掉重鍊來的 還要花時間 所以後來我說乾脆砍掉重鍊算了 那這個 好像 剛剛同學說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也可以用這個方式 所以如果說你以後要 import的話 我雲端上面有很多以前寫過的 如果你要拿來用 你就下載解壓縮有沒有 然後把它匯進來 就可以OK了 這種方法 應該可以試試看 那你可以一下子 如果有同學 跑得比較快的 跑得比較前面的 那你就繼續往前衝吧 8.1 那這些東西其實都不是 一天兩天上完的 所以我可能上 這個幾個月的 可能有的上了 那之前有同學是 那個 上幾個月 上四個月吧 然後每天上8小時的 然後上了很多 不知道上100 200小時的吧 每天就是練 不過8小時沒有說 像我們這邊 一直一直教 就是大概 教 大概兩個小時吧 然後自己去 練習兩個小時 我們這邊沒有辦法 我們不是8小時的課 所以沒有辦法給你那麼多時間練習 那這個東西是 這樣來的 那這第1個方法 第2個方法 如果你不要匯入的 還有第2招 第2招 你也可以試試看 因為想說 你想說 是不是要怎麼用 富士貼上也可以 其實 你們只要對那個 已經完成了 還蠻快的 自己可以試試看 好這個 就匯入應該OK 第二個方法 就是說你也可以從我雲端上面 把那個專案解出來之後 比如說解出來 那如果說呢 你要找到 原始碼在哪裡 其實非常簡單 你只要兩個東西 一個是 界面 一個是程式 有沒有 UI跟那個 我們的 Source code 那這兩個東西在哪裡 第一個 UI在 RES 裡面的哪裡呢 請猜猜看 Layout Layout裡面有沒有看到 Activement 就出現了 所以呢 我是建議你們可以額外裝一個軟體 叫做 Edit with Nordepad plus 應該對這個 不會陌生吧 你就把按右鍵 打開來 Source就出來了 這個跟我貼在 雲端上面東西 應該是差不多 有沒有 Linear layout Linear layout OK Ctrl C Ctrl C 如果你需要新建一個專案 再貼過去 另外一個 你的程式在哪裡 應該找得到吧 在Source Src有沒有 打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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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nactivity 點 Java OK 按右鍵 Edits with Nordepad plus 所有的Source有沒有看到 一模一樣對不對 那你用它貼的話 記得只要這個 Package名稱不要貼 OK 底下這個 Ctrl C 貼到呢 第一個 第一行下面 貼上 也可以Walk OK 那這個方式的話 可能比較可以避免掉 剛剛有同學提到那個轉碼問題 有沒有 因為 你原來Eclipse裡面是 MS950 轉到Eclipse 是 UTF8 就會錯了 所以如果說你要轉碼的時候不要亂碼 Eclipse那邊 要先 轉成UTF8 再匯入才會正確 可是這個方法 也是OK啦 所以兩個方法提供給各位 要不就用匯入 要不你就打開Source 貼過去就好了 那其實 順便講一下 很多書裡面 都有提供 範例光碟 很多他都沒有講說怎麼來使用他的東西 使用他光碟裡面的那個範例檔 就很多人打都打不開 為什麼你的SDK版本都不對 所以都不能用 很多人買書回去光碟都不能用 教過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這個方法 其實你不要管你的SDK哪個版本 你就是 去開啟兩個檔案 複製貼過去 就可以Walk啦 OK 所以你以後有光碟反正範例檔 你會把它留下來 然後 網路上面當然有很多人提供啦 你就多累積 為什麼 因為那些東西 有些東西就可以馬上可以派上用場 很多那個範例 也許你不知道怎麼寫 你要去找 很花時間 你不如 像我也累積蠻多的 現在什麼 網路上很多 很多書 就是 什麼幾百個範例 幾百個範例 那也許我 懶得自己去想的話 你就可以 拿那個來參考 馬上可以Walk了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就有關那個 如何 從那個 網路上面 去 下載那個完整的專案 那 要建立專案的方法 不外乎就兩個 一個就是 你只要對應到的SDK 記得兩邊都要match的 你才有辦法互相匯入 但是呢如果你兩邊的那個 SDK版本不一樣的話 你又不想要去 重新安裝那麼多的SDK版本 讓你的那個邊境器變得很肥大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什麼 用 第二個方法 開啟 專案裡面的 那個 界面 記得是resource 裡面Layout RES裡面Layout 把界面打開 那 建議是用那個 Nordepad Plus 如果沒有裝的話 你就用記事本 也可以啦 用那個 我們內建那個記事本 那複製貼過去 然後 第二個是你的source 程式碼 找到那個 mainactivity.java 貼過去 就OK了 大概是這些方法 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要有更多的參考的話 像 中午就 有同學問我說 有一些 可能人家做好的APK 如果說你網路上下載的到 其實也有什麼 APK 轉 轉換一下 其實它的source 也可以出來 它原始碼 方法很多啦 這個以後有機會再來談好了 你可以多很多東西 參考別的東西啦 不過我覺得 這些方法 如果你懂得用 應該也就夠了啦 太多東西了 光實際上 可以找到的 現有資源 就還蠻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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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